赤橙,黄,绿,青,蓝,纸 这里的赤色指的是什么颜色呢? A 红色,B 黑色 我选A,当然是红色的 阿婆穿得这么行,有得喝吗? 是啊 赤色是红色的一种,比红色更加深的 是古时候的正色 古人说的赤色,其实就是大红色 古人说的红色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粉红色 所以红色有分很多 有大红,有浅红,有珠红,有骨红 还有这个普通话读江,江红色 越语读江,江红色,即是大红色 也都叫做中国红 还有一种红,这个字是搞尸旁加的分 普通话读酸,越语读分 分就是浅红色,是日落而徽的色责 是黄昏的颜色 古时候的官品服饰有赤,珠,飞,降,昏等等颜色 用颜色来界定官品几位 不知道红色是象征着什么呢?留言告诉我 第二种颜色,青字加定字 这个颜色又怎么读呢? A,青蓝色 B,电蓝色 我选B,电蓝色 选的,青字加一个定字 这个字普通话读den 粤语,电,有电蓝色,电青,电子 其实这个电字 其实指一些深蓝色的有机颜料 其实就是蓝色和紫色混合而成的颜色 这种颜色是很特别的 第三种颜色,这个叫做什么颜色呢? A. 茶白色 B. 塗白色 你的答案是 我講A. 茶白色 恭喜你!你的答案是錯的 草花頭加個魚字 這個字普通話讀土 粵語讀塗 但是很多人會把它讀成魚 或者是茶 注意了 茶字是少減一橫的 不要弄亂用了 這個塗字在古書上 是指一種苦的菜 即是茅草、芦苇、白色的花 因為苦總給人一種有毒的感覺 所以這個塗字引申指 殘害、毒害的意思 譬如說塗毒 但就不要讀成茶毒 譬如說塗毒生靈 即是殘害人民苦毒的行為 雖然塗是茶的古字形 原本塗和茶是相通的 但後來到了唐代 為了更細緻地區分這個塗字的色異 所以就在塗字上減少一筆 分了一個茶字出來 所以塗還塗 茶還塗 兩個字不要弄亂用 至於塗白色就是一種 好像塗一樣的白色 在這裡又想問一下你 白色是象徵什麼呢? 留言告訴我 這隻色叫什麼藍呢? A. 右邊、毒邊 右藍色 B. 彩藍色 你的答案是? 我右邊、毒邊 右藍色 確定? 確定 辨字加個自由的油 普通話讀 YOU 粵語讀 油就是覆蓋在陶瓷製品表面 有色或者沒有色的玻璃質薄層 即是平時我們看到的碗、花瓶 表面那一層薄薄的一層 光滑的就叫做油 所以在瓷器裡面 很習慣用到油這個色名 例如齊藍油 是瓷器當中的上品 藍得來又很穩重 說到這裏又想問一下你 南國陶都指的是佛山 哪個地方呢? 留言答吧 有時的有字加個他 叫做什麼顏呢? A. 毒他顏 B. 毒陀岩 當然是B 陀岩的 混陀陀過陀 有時的有字加個他 普通話讀陀 粵語讀陀 陀岩 陀是指飲完酒之後 臉很紅 又泛致面紅的意思 就是相當於平時我們說的 紅粉飛飛的樣子 很好看 廣府人說的 雲陀陀 就是又雲又眼花 通常喝完酒之後 就會雲陀陀 這個比較難 叫做什麼色呢? A. 填色 B. 滋色 B. 滋色 B. 滋色 這個跟滋薄的滋字是同音 滋其實就是黑色的一種 是黑泥的顏色 有些接近木頭的顏色 古時候說的滋伊 B. 其實就是指黑色的潮伏 G. 色 其實就是真人穿衣服的顏色 沙門就有滋伊的說法 那黑色又象徵著什麼呢? 這個字經常見到的 又怎麼讀呢? A. 代色 B. 黑色 我選A. 代色 淋代玉的代 代是指青黑色的顏料 古時候的女子就很習慣用來畫眉 有代眉 有代粉 有代色 有代藍 有代綠 有代紫 代娥說的就是美女 啊 不知道青啤啤 有象徵著什麼呢? 這個字很少見 用粵語怎麼讀呢? A. 高色 B. 稿色 我選A. 高色 是錯的 稿是指細白的生捐 未染過色的生捐 稿色是中國傳統的叫法 是很樸素的白色 古時候的女子穿白鑽上衣 和綠色的圍裙 就叫做 稿衣奇襟 再加大難度 這個叫做什麼藍呢? A. 燕藍色 B. 眼藍色 我選A. 燕藍色 恭喜你 是錯的 不是嗎? 眼周的眼字 旁邊加隻雀仔 普通話讀眼 粵語讀眼 當然也有些人讀眼 眼周 都可以 但不要受到普通話影響 讀眼 眼和眼 是雀仔純的一種 類似青鳥小型的雀仔 眼藍色 是中國傳統的彩藍色系之一 深藍又接近黑色 深沉得來又厚重的藍 給人一種很高級的感覺 我個人很喜歡這種眼藍色 藍色又象徵什麼呢? 留言告訴我 最後一個是今期最難的 又怎樣讀呢? A 有邊讀邊 正熟 B 摘族 好處是A 好處是B A還是B 不知道 這兩個字不懂得很難怪你 因為平時很少用到 普通話讀 是指主 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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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兩個是顏色嗎? 有個粥字邊 其實粒的本意是指 不粥激地 遁粥 回回不前 慢慢走的意思 所以有個粥字旁 但是這個粒 也是杜鵑花的別稱 也叫做影山紅 那麼杜鵑花大家都見過 有些接近霉紅色 是很好看的 在白居翼的堤園十八溪居裏面就有一句 晚叶上开红扎族 即是说晚山遍野开满杜鹃花 这里讲到扎族子的就是杜鹃色 你又种过杜鹃花吗? 杜鹃花的花羽又是什么呢? 有人知道吗? 中国还有很多传统颜色的叫法 譬如说纯沙色、烟枝、还有天水壁等等 所以生活上不单止只有黑白灰 还有很多五颜绿色的 今期暂时讲到这么多 到最后阿婆话要问问一下你 你做总理是什么? 留个言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